大家好 欢迎来到233网校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2018年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 我们整体的前接班 我是233网校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 我们独家的网校的老师 我们宋幸迅 在讲这个真题的前接班 我主要是讲14年到17年连续4年的真题 那么在讲这个真题的前接班之前 我想把这个课程的说明和这个课件 我们主要是怎么考虑的 或者说我们在讲课里面 我们一些问题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为我们备考18年 包括我们18年以后的学员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我这次讲的真题的前接班 是2014到17年 我们连续4年的 最近4年的 我们会对他对这个参考会更好一些 依据目前审定的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大纲 是根据要4年版大纲 因为今天是2018年3月21号 我们就录制 我们的选择题 基本按大纲的目录条款 我们按照这个顺序 是吧 那么案例呢 我们重新的划分 因为我们案例是五个题 如果按照知识点去跟大家划分 非常麻烦 因为它有一个题目里面不好拆 所以我案例是按了五个部分 五个题 我就按个五个部分为主的 后面在案例里面再说明 少数的这个内容呢 可能会有交叉 再跟大家说一下 版本修改后的答案 以2017版的教材 和我们背具 因为我们有14151617 那么我们现在每年的 这个教材的版本 它都有时候变化 包括我们的规范 可能会有时候变化 所以我们的答案 可能也有些 于时俱进按照规范 第二个呢 我想跟大家说明 我们这个真体的前进班 它这个开始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考前的学员 还是为了考后 因为我们每年 有一个考完了以后呢 有个真体的解析班 真体的解析班 它主要是针对于 我们考完了以后 那么大概 我们大概能考多少分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 真体的前进班 我们的目的更重要 在于什么 对于准备考试的学员 从这个角度去讲解 所以我们主要是 针对于准备参加 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 管理实务的学员 所以我们主要是为 准备考试的 跟我们的考完以后的 真体的解析班不一样 真体的解析班 它主要是为了考后了以后 我们看看我们的答案 我们压中了多少 速度比较快 所以我们主要是从 准备考试的学员 这个时候 我们你在学我这个课的时候 应该有基础 你有了一些基础 你在学我的这个班别 你才比较好 而且我们这次 主要是从把握考试 所以我会讲的比较慢一些 跟我们的这个 因为主要是为了针对考试 所以我会讲的慢 我们的这个 每年考完以后的那个班 它也是真体解析班 但是为了主要是 我们考完以后 能得多少分 那我就速度比较快 这个案例题的答案 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要能够熟悉我们常规的 一些评分的规则 有的人不知道 案例题做了以后 到底得多少分 而且这个分得多少 会有什么问题 我会跟大家讲 通过我们案例的 举官的答案 跟大家讲评分的规则 也跟大家讲 评分的标准和采分点 我们到底在改试 这种过程中 我们的专家 我们到底是怎么去 看这些点 居然是看关键词 是吧 如果正确的得分 打题 很多学员 他没有接受教育 他不知道这个题目 做完了以后 我得多少分 而且他认为 写得越多就越好 有的题目 不是说写得越多越好 需要看关键字 关键词 同时呢 我给大家 我们给出评论标准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到时候 专家 我们 我来去做这个题 如果快速的做题 得高负 一个按理题 是吧 我们评分的标准 都是这样的 我有时做的时候呢 我怎么去让我们的评分的专家 会给我高分 而且我在做的时候 我的速度非常快 是吧 别人十分钟做完 我五分钟就做完了 别人二十分钟做完 我两分钟就有时五分钟就做完了 所以我的时间 案例是四个小时 一级将到实际考试 我们是四个小时 有很多人的时间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会跟他讲 与火快速的做题 与火得高分 是吧 再就是通过整体前进班 我们熟悉命题的量 思路 深度 考试的深度把握 特别是2017年的整体 因为我们 这个命题的人员 不停的在变化 特别是2017年 全国的这个一间和二间的命题人员 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对于整体的把握 我们看看它的量 它的深度 是吧 我们怎么去备考 学习过去的整体 是为了把握未来 而且这个题目呢 它是以前出现的题目 我们要通过我们 一些固化的知识点 我们题目是千妙化 我们通过我们的原理题目 来预测未来的考试题 我们会跟大家讲一点点 我们稍微跟大家做一个展示 它是怎么出题的 我们到时候怎么去备考 特别是我们有些新的学员 到时候看我是怎么备考 我们长期从事建造师的这种陪训 特别是专业的陪训 因为我们的功课 那都不是个问题 功课过了 那也比较容易过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一级功课课的整体 和专业课的整体 它的重复力 是吧 为什么我说功课比较简单呢 我们的法规 我们的管理 我们的工程经济 因为它的重复力 百分之九十 甚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百分之九十五的考点 题目以前都出现过 所以你把前几年的真题 五到十年的真题 你把它做对 把它搞明白 考试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专业实物课 它的重复力大概有多少呢 你把前面的 从我们04年开始 0304年 因为推测了一年 一直到我们17年 十几年的真题 你把它全部做完 你把它搞明白 那么我告诉你 它只占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你的百分之六十 你不能百分百的搞对了 所以你还打个折 所以你把以前的真题做完了以后 不一定能考过 你把功课 你把它的前面的真题五年做完了 我保证你绝对考没问题 所以我们说功课的这个顺炼 那都不是个问题 有问题的都是专业实物 专业实物通过了 那才是真正通过了 专业实物的通过力 它的重复力 它并不高 所以 你把我的真题前前面做完了以后 你要我们后面的 我们的这个高评考点 我们的这个模考压题 我们的硬实技巧 是吧 所以专业实物通过 不仅仅是要搞懂以前的真题 而且还需要背考 没有出现的新内容 新形式 有的以前是按理题 现在通过选择题 以前用选择题 现在按理题 原来计算题 现在用讲答题 原来没有出头表 现在出头 出表 所以大家注意啊 这种题 这种内容 我们真题解析 我们做完了以后 还需要大家去 更进一步的学习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我们来看看 筑题的 按照这个顺序 按照我们的这个 目标的编码顺序 先把选择题讲完 然后讲按理 我们按照我们教材的顺序 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的编码呢 你看看 这个编码2017 表示这个题目呢 是2017年度的 这个21 表示这一年的 这个第21题 建造结构的可靠性 我们通过学习 我们知道 这是个多行题 我们的可靠 包括安全 就是我们的强度 稳定性 我们的适用 就是我们的广义的 刚度 变形 裂缝 我们耐久性 所以这个题目 非常的简单 给这种题目呢 是送分题 2017年的命题人员 是第一次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2017年的命题 是选择题 是非常简单 会做的题 非常简单 不会做的题目 当然也有难度 是吧 大家都不会做 是吧 后面我会讲到 抄教材 抄钢的 所以你看看 这是考了一个基本的 这是2017年的题 多行题 下面你看看 这是14年 我们建筑结构 应该具体功能 它是结构具体功能 这个结构具体功能 就是什么 就是安全性 就是我们说的可靠 就是我们说的可靠 这个结构应该注意的 就是可靠 同样的安全 适用 耐久 所以第14年考了 17年 它隔几年 所以我们说 这是真题的前节班 隔几年 当然我们就高频 有人说 我们后面还会讲 高频考点班 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是我们 14 前面我们是17年的题 下面我就根据这种情况 我制造了一个 你看 这是我叫制造的 建筑结构的可靠性 或者说结构的功能性的要求 包括 这是我造的 我怎么造呢 我就这样造的 安全性 适用性 耐久性 所以如果说这种题目 答案都是ABC 那么别的错误的现象 我没有跟大家说明 不需要 因为你不需要找错误的 而且我对安全性 我们用承担能力 结构状态 那么强度的问题 批判的问题 平衡的问题 所以我们强度和平衡的问题 失温的问题 都是安全性 通过承担能力 通过利益的知识 来反映安全性 我们正常使用状态 是适用性 使用 那么我们的变形 我们的外观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饶度 我们的逆风 都是在谈什么呢 适用性 我们什么叫耐久性呢 联系 我们的不需要大修的联系 我们的耐久 你比如说 我们探话 考试的时候 我们探话多少年 50年 对吧 我们的修士 考试的时候 刚进的修士 我们的保护层的厚度 保护层的厚度 都在谈什么呢 耐久性的时间 所以这种题目的答案 是ABC 我的这个答案很简单 就是ABC 我没有跟你讲错误的 所以我叫真超理论 我什么叫真超理论呢 我的答案都是正确的 我没有跟你搞错误的 因为正确的东西 我们现在学习 尽量学正确的东西 错误的东西千奇百怪 你不要去搞错误的 你刚才我们看到两个题目 两个题目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但是错误的显向不一样 不要去搞错误的 从顺利的角度来讲 先不要搞错误的 先看正确的东西 先看真超 所以大家以后学习 我的18年的班别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真超理论 什么叫真超理论 看正确的东西 不要看错误的 错误的会干扰你 你这个题目错误 错误在干什么 是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解释教育一下 跟小孩说天下 这个社会是很好的 社会是美好的 非常美好 非常美好 到他有一定的功力 什么时候讲真题呢 当你有一定的功力的时候 你再去看真题 那些错误的东西就很好识别 正确的东西看多了 错误的东西 真超 是吧 我经常看真超 我经常看正确的东西 我到时候看了一个假超 假超是错误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假超看多了 有人说我平时就看假超 看错误的东西 假超看多了 到时候真超不好识别 你比如说你老跟小孩介绍 社会如此不坏 你天天跟小孩讲坏的东西 那么这个小孩 他就知道天下没有好东西 是吧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跟他讲真超你 就是这个意思 先看这些档案 下面你看看 这是15年的 这个地址以后 你看不倒塌 稳定整体稳定性 这是结果什么性呢 三性里面 这就是安全 我们的强度和稳定性 这个答案就是A 我们施工时 大家注意安全 而且我们教材里面还讲到 为什么施工要保证 我们施工的质量呢 就是满足什么 安全性 所以我们保证施工质量 就是安全 下面你看看 这是我们讲 我们的细长感 而细长感就是个收力 稳定性 稳定性里面 收力的这个凝结力 这个凝结力 大家注意 跟我们的约束 制作有关系 制作不同 我们的收力的力 是不一样的 你看看 这是两单角质 那么我们就是50 凝结力是50 如果将制作改为两单固定 大家注意 固定制作 比两单角质制作 它的受力要大 而且我们这个凝结力 我们的这个凝结力 是等于排方 EI 除以2 2的平方 大家注意 跟这个2的平方有关系 所以大家注意 我的两单固定 要比两单角质大 那么大多少呢 是它的多少呢 因为大家注意 L0 得用0.5倍的L 得用L 得用2倍的L 那么我们 这个关系是2倍的关系 那么从平方关系是4倍 所以我们两单固定 是它的4倍 你看看 50 它的4倍多少呢 4倍就是 比它大的 就是它的4倍 比它小的 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题目非常简单 下面你看看 我制造了 我们同一感见 情况都一样 就是我们的制定条件不一样 你看两单固定 一单固定 一单自由 两单角质 一单固定 一单自由 从大到小的 看约束 我们的固单之座 大于角质做 角质大于自由 是吧 你看看 两单固定 一单固定有三个约束 两单固定有六个约束 是吧 你看看 一单固定 一单角质 固定是三个约束 角质是两个约束 是吧 你看看 两单角质 一个角质是两个约束 是四个约束 一单固定 一单自由 一单固定三个约束 所以你看看 从大到小的排列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它的排列大小 就是一二三四 而且从数据来讲 我跟他讲 两单角质做 你看看 这是两单角 比它大的 我们有个两单固定 是吧 比它大的是一 比它小的 你看看 一单固定一单自由 比它小的是四 比它大是它的四倍 比它小是四分之一 所以从大到小 考试 他就问 从大到小的 从小到大的 最大的 最小的 就是这几种题目 考从大到小的 从小到大的 最大的 最小的 所以我们这个 我把 你知道我这种命题形式 知道我这种顺练形式 你到处再去考 看考题 就非常简单 是吧 你看看 一只两单角质 是一百千牛 问 改问两单固定 和一单固定 一单自由 一个比它大 一百千牛比它大的 你看比它大 一个比它小 大的是它的四倍 小的是它四分之一 哦 大的是它的四倍 小的是四分之一 你看 这不就是C吗 所以定性的大小 定量的大小 下面这个海洋环境 人气混凝土 钢筋秀四的 就是去年考的题目 非常漂亮 也很简单 海洋里面是什么呢 有盐吧 盐里面是什么 鹿离子 鹿岩 所以我们说 北方地区就是洞容 碳化是什么 是我们保护层的问题 这个题目非常好 也很简单 所以2017年 我们一期间的是 考的题目的非常简单 因为2017年 是这些专家 是第一次命题 因为2017年 是换的人 2017年 我们的建筑实物 出的非常简单 所以通过力非常高 2017年 我们的漏题了 2017年 我们的积淀是漏题了 2017年 市政也漏题了 所以2017年的积淀 通过力也高 市政也通过高 我们的建筑考的比较简单 也通过力高 所以2017年是这几年 一期间是通过力非常高的 这一年 当然它的题目 出的简单 下面我们设计 使用年限 50年的 去一般环境的 大截面的 钢筋的 或者是墙的 等级不应该低于 这个题目出的 非常无聊 为什么说无聊呢 这个地方有个C20 有个C25 为什么说这个题目出的不好呢 我告诉大家 你去看这个第五页 第五页呢 我们是C20 你去看第六页 它是C25 两个不同的页嘛 答案不一样 而且这种题目在13年 也去过一次 因为我这次讲的是什么呢 我讲的是14到17年的题 这个题目 我们这个 当然这是我们以前的专家出的 而且我们国家 它不公开标准答案 那么我们说 一个是C20 一个是C25 那么我建议你 我们认为是用C20会更好 你说这个一个是用C25也可以 一个用C20可以 当然这个C20既然可以嘛 它这个题目你看看 它是这个不低于吗 那么用最少的 就是用C20 可能会用C20会答案 因为我们国家 它不公开答案 所以这个出题的专家 我认为这个专家 就叫水货专家 所以我们有时 当然我不轻易说 这些专家出题不好 一级的时 也有些经常会有些这些题目 包括案例里面的造假进度 经常有一些出些有问题的题 所以我在这里 这个在讲真体前解办的时候 我们要正确的对待这个真体 我们知道它的问题在哪个地方 是吧 好 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说明一下 下面你看看 玉尼混准的 混准的这些强度等级 这个题目 它没有跟大家谈 是混准的构建 我们教材里面有个地方说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C40 不低于什么呢 就是C40 但是这个题目出的非常不好 为什么我们说出的不好呢 因为我们规范有规定 对玉尼的 对无连接玉尼混准 对版 我们有个要求 是大约等于C30 对娘和其他的 我们是大约等于什么呢 C40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教材里面 它是用了我们教材的C40 但是这个题目出的不好 因为我们有些版的是多少呢 C30 所以这个题目呢 当然这个题目 我们选择都是选C40 因为它没有C30 所以这个题目出的也并不太好吧 下面我们来看看 受军不贺载的减字量 你看这个减字量 那么解力图 这是我们14年考试考得起 受力的问题 如果大家参加我们建造师考试 一级建造师的考试 很多就是我们学土木的 学管理的 学我们建筑相关的专业的同志 都学过力学知识 如果你是学力学的知识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都是什么呢 很明显 就是基本力学知识 一秒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是学这个专业 又想考我们一级建造师 或者说你是零基础的 考我们一级建造师 我告诉你 考二级建造师 我能让你过 或者说你听到我的课 考二级建造师 没有问题 但是你是零基础 你是非专业的 你考一级建造师 我告诉你有难度 对有的同志 可能难度非常高 因为它这个灵活性 所以你在后面听我的课的时候 你不是这个专业同志 按照我的要求去学习 这样你才有可能会通过 否则的话你过不了 特别是我在面授的时候 很多学生就问 宋老师 我老考试 我的功能课老考过了 我的实物每次就是八十多分 九十多分 我就插拉一口气 我在面授的时候 我就说你的方法肯定有问题 对吧 我说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那么到时候就容易通过 特别是非专业的同志 到时候在听我的课的时候 我一告诉你 怎么去处理 否则的话不容易过 很多人没明白这个问题 我在外面面授 或者说我在外面讲课 我会告诉你 如果你在八十多分到九十多分 脑子考考不过 你听我的课 我相信你容易过 因为我会告诉你一些方法 在要命的那几分 我会告诉你一些技巧 下面这个简直量 我就不说了 这个简直 这个就是这个样 因为专业的同志 你会不专业的同志 不要管它放弃掉 学会抓大放小 下面这个受力 这是1500的 以欧典 它的这个例句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有点歪 这个题目是考得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有基本的力学知识 就知道这个题目 非常简单 只要你有基本的力学知识 知道例句这个概念 这个题目就没问题 下面我们如果改变原使用功能 装修的时候 到底是哪些单位 很明显 我们使用功能 我们结构 受力 是吧 我们核载 那么是什么单位呢 是设计单位 所以通过设计单位 这个设可 所以我们 设到具体结构 设到我们的使用功能的变化 我们结构设计单位 是吧 设计单位 如果是受力 就结构 每年 他会考一个相关单位 给出一个主题背景 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 建设单位 建立 施工 给出主题背景 每年考一个单选系 下面我们建筑结构题里面 测项刚度最大 也就是说 我们抵抗水平力 我们测验力最大的 我们统体结构 我们统体结构是最可靠的 我们统体结构是最有效的 所以你通过学习 你就知道 我们统体结构是最好的 这也是送分题 下面我们气体结构的特点 这是2017年 2017年考的题目 考的非常的基本 所以我们说 对于气体结构的特点 抗压性能好 因为气体嘛 刚性的 抗压混凝土 经济就地起材 我们的抗压强度高 抗压强度不好 是吧 抗压强度 不管是我们的气体 包括混凝土都不太好 抗压性能好 我们也不好 是吧 施工减变 这个可以 是吧 A比1 所以他考的层次非常低 2017年 为什么我们建筑实物通过力高呢 他的考的层次考的比较低 他把一期间是当二级的出题 所以2017年题目比较简单 那么2018年 我就认为他的题目一定会高于2017 因为第一年出题 这些专家他不知道水情 他认为出的题目可能有点难 其实最后都比较简单 2018年 因为他是第二次出题 所以他会明白 我出那个题目 他们都考过了 那我就考难一点了 考难一点 因为2017年的题目层次比较低 所以你去看我的整体 2017年的整体的解析 考后了 我就 我也做了 我对2017年的整体 我做了一个说明 他的层次考的比较低 那么2018年 大家参加2018年的 要引起注意 有人说 这个17年题目好简单 是简单 我告诉你 以前的题目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2017年是第一次 这些人 第一次换的人命题 2018年 一定会难度会高 下面 关于一般环境条件下 我们活动的结构 构造说法 错误的是 这都是数字 你看看 这个有些数字 有些是记不去 但是呢 你要注意 我们的钢板的钢基力 保护层的厚度 不小是35 这个不对 板我们可以达到20 所以这个说法不对 所以这个题目呢 A比D都是对的 C是错误的 在学习过程中 有些数字 确实要记 有些数字 不需要记 大家看看 这四个题目看看 很明显 如果你有基本的知识 发现这有问题 楼板的保护层 我们1520就可以 我们的量的 我们的厚度会高一些 这个题目呢 这个很容易 不一定要记这些数据 所以现在我们一级年的实识考试 数字 不一定要你死记 理解 然后学会通过我们对比识别 下面我们七处杀将的等级 不包括这个题目出的非常有意思 我为什么说这个题目出的有意思呢 教材里面 从教材的角度来讲 教材里面都讲了 都讲了 那么这个地方在哪个地方讲的 规范里面说了 规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时间上 在施工时间上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这边考什么 考规范考实践 因为我们知道 2.5的这个地方已经早就没有了 我们的教材里面还有 所以你看看 答案是A 简单 规范 抄教材 发现教材有问题 所以教材是不是 有的人是外行 不是这个专业的通知 这个没办法 只要你有时间知识 只要有规范 当然我们 你有这个专业系的知识 知道这个A是有问题 这是我们专家 特意这样出题 教材里面有 教材有错误 教材没有按规范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出题的专家 他不像我们 我们以前的有些这个职业内的出题 教材里面有错误 他就回避 现在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 他教材错误 他就出这些问题 教材里面说的不对 规范说的对的 实践说的对的 包括我们有些学员 去考消防工程师考试 消防工程师也是这样 教材里面错了 他也出题 有的人就照着教材 教材是什么 教材是这样说 教材是错误的 按规范 教材甚至教材里面 还没有的规范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 抄教材的题 每年一级建材式的建筑实物 每年抄钢的题目 大概15到20分 每年会有 每年会抄教材的题目 大概有15分左右 教材里面没有 下面钢结构的 焊结的优点 这个地方也是要新年考的 考的非常基本 当然有些基本的题目 它也是难度比较高的 这个我就直接说了 ABCD 焊结这个业余检查 其实焊结不好检查 焊结以后你看不清楚 不知道它水平高 绑扎是最好的 绑完了以后 它的搭击长度 所以焊结ABCD 当然这个题目 这个很基本 但是这个题目比较简单 为什么呢 它有四个打 只要你不显一 很多人比较保守 显得一到两个 显得一分 零点五分 下面 关于钢结混合的框架 震害 说发错误的事 我们来看看 具体震害众云良 我们显错误的 这是对的 具质 它的威和性更大 我们角度的震害众云内具 这也是的角具 我们角具是两个耶稣 我们的甚至三个耶稣 内具有四个耶稣 所以我们的内具会好一些 角 胆具的震害 重于一般具 这也是的 胆具更危险 我们具体的震害 重于具顶 这个不对 我们具顶 所以这个答案 这个错误的是 这个 D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要把基本的知识 搞明白 因为题目是千变万化 所以我 你看看下面 这是2017年 不利于提高浑头的抗制性能 你看我们说角度比较危险 我们加强矩 强凉弱矩 反而 应该是矩子很危险 我们要加强 所以这个不利于 就是B 我们要加强毛骨钢筋 这是好的 我们增强量矩节点 量 强量弱矩 强节点 强毛骨 这个节点的地方很危险 所以我们 所以这个不错误的是什么 是B 不利于 所以这个地方出的灵活 简单 这是17年初的题 所以为了说明这些题目 我造了一个题 你看看 关于抗症的说法 正确的 这是我造的 剧的震害重量量 因为 是吧 你看 剧底的震害重量 剧底 角度的震害重量 内剧 胆剧的震害重量 一般主 这都是教材的原话 我们量剧的节点 天生强 我们是发害的 震害发生的严重部位 是吧 多层气体 你看看 是强身 我们楼盖本身比较轻 所以这个量柱节点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呢 你看看 我是争吵理论 我都是正确的 我把教材里面 这些正确东西 全部洗出来 你把这些地方搞清楚 那么你看看 我们有很多的题目 就是依据我们的 教材的原话 然后都在改变 你看看 剧的震害重量量 他反过来说 说我们量的震害重于剧子 这就错了 我们的剧底 震害重于剧底 他说我们的剧底 重于剧底 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就是错误的 还有 因为你危害 你不是住 你不是住的危害大吗 你的顶上危害大吗 你不是危害大 你危害大 我就什么呢 我就加强 你危害大 我就把它加强 你不是剧底 不是有问题吗 你不是填上墙 有问题吗 我就加强 所以 你把教材搞明白 你把这个原理 把它搞清晰 然后理解 那么你对付这种题 你看看 我就这样造 你去看我们原来 你看这个题 你看 他就造了 你看 强连弱 就是这个错误的 你看 这个几个句话 都是对的 所以这个考 简单非常灵活 所以我通过 邀请而提 我希望大家 在学习过程中 按照我这种总结 把教材里面的真钞 真切东西写出来 然后去什么 理解它 危险吗 加强 接点强 接点强 毛骨 毛骨长度 你不是胆距不危险吗 加强胆距 你不是脚距危险吗 加强脚距 你不是铸顶危险吗 加强距顶 你不是铸的 扁梁危险吗 那就加强距顶 相对的 你这样去学习 当然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 你懂我们的基本知识 然后去再去学习 通过我们的真题 我能够主义反三 通过我们的真题 因为题目是千变化 以后可能会预测一些 未来的一些题 现在我们14170题 以后可能还会出那次的题 你把这个整个的问题搞明白 题目千变化 都在这个地方出题 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 就暂时讲到这 休息一下 我们再接着讲后面的内容 学习朋友们 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